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北京卫视曝光肖战新电影,称肖战级帅气侠气于一身,正义潇洒。近日,作为主流艺人的肖战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高度认可,特别是北京卫视,不止一次报道和安利肖战,还曝光了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大张旗鼓进行宣传,认可度有多高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卫视还称赞肖战级帅气侠气于一身,正义潇洒,魅力无穷,这就是肖战的状态。 据悉北京卫视官方曝光了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电影市场里的大热门,尽管没有上映,但网上一直都有关于这部电影的传说,票房大卖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另外北京卫视评价肖战级帅气和侠气于一身,正义潇洒,魅力独一荡。 这就是肖战的发展状态,身上的闪光点实在是太多了,无法阻挡。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都在为肖战点赞,也感谢北京卫视在内多家媒体对肖战的认可和支持,肖战是顶流巨星,也是潜心钻研演艺事业的主流演员。 这样的肖战,值得期待。 目前在影视剧领域,肖战多点开花,新剧《藏海传》和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德显紧致都在路上,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 总之祝福肖战,也会继续支持肖战,希望肖战顺顺利利,在接下来的演绎道路上,能够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肖战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也信任肖战会一往无前,不辜负时代和热爱。 正义潇洒,肖战虔诚似锦。 肖战或江与翁紫光,许安华合作,影视寒冬见真章。 肖战还在忙着拍摄正午阳光的第一部院线电影《孔生指导》,蓝小龙编剧的德显紧致, 关于他下一部作品的消息已不断涌现。 其实早在肖战禁组《德显紧致之前》,就有消息说肖战下下部电影或将是翁紫光导演的最高减题材《我的答案》,而且将饰演反派。 此后,又有赚肖战将主演许安华导演的文艺片,搭档刘亦菲和刘浩存。 这些都是没影子的事儿,吃瓜不信瓜。 许安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执导的陶姐半生缘《游园经梦》等影片,分别获得过华表奖、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等。 翁紫光也是香港著名导演和编剧,在犯罪类型片上灵气逼人,由翁先生担任导演兼编剧的电影《踏写寻媒》当年囊括了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包括最佳编剧奖、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演员在内的七项大奖,该片同时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九项提名。 翁紫光导演曾经去观摩肖战主演的殿堂集话剧《如梦之梦》。 据说肖战迷倒巨多人的香水宣传片也是出自翁岛之首此消息还未经证实。 2023年翁岛的电影《风在起时》上映时,肖战还包场支持。 两位有才华的人早有渊源,想必相谈甚欢。 肖战在最近的《L》金九刊采访中提到戏约不断。 在目前这样的影视寒冬,项目少,好项目更少,很多演员进步了组,一些头部演员也透露好的剧本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肖战还能连续三个大导明编大项目,从徐克指导的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郑小龙指导的电视剧《藏海传》,倒在拍的得显紧致, 无论上述的饼是否成真,都足以印证了肖战在影视领域不可替代的价值。 肖战眼神戏入选内鱼教材 被盛赞细节拿捏到位,出圈非常成功。 近日,内鱼在评价眼神戏的时候就提到了肖战,真可谓是当代楷模。 肖战的眼神戏成功入选内鱼教材,一众媒体纷纷借助肖战眼神戏来教年轻一代的演员们如何塑造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还被盛赞细节拿捏到位,看起来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实际上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肖战可以成功出圈,注重细节,精益求精。 据悉,青年演员肖战的眼神戏成功入选内鱼教材,媒体们盛赞肖战细节拿捏到位, 非常多媒体公认的观点是,偶像剧演技生疏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 眼神戏一定要拿捏住,这是无声的情感交流,是情感纽带,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演技精湛,关键是肖战注重细节,拍戏的态度精益求精, 这样的肖战,成功出圈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演技精湛的实力派演员,注定会为观众们带来非常多经典作品。 目前看起来,肖战主演的德显紧致射雕英雄传和藏海传都大概率成为爆款,依然不会让观众朋友们失望。 总之祝福肖战,也会继续期待和支持肖战,作为一位在娱乐圈里红红火火好多年的顶流巨星, 未来的肖战,前景一片大好。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在剧组拍戏越来越好,期待早日和肖战更好见面。 非常成功,再创佳季。 肖战无需综艺照热度不减, 上海在线打卡新热潮,他的骑兵策略引风尚。 嘿,朋友们,听说过吗? 肖战,这位低调中的顶流传奇,居然能不用综艺就保持热度沸腾, 简直就像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啊。 你说其不奇怪,有人担忧他长期不参与综艺会导致热度下降, 但实际情况却是肖战的热度依然坚挺,甚至还在不断攀升。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咱们都知道,明星保持知名度通常需要适度的曝光, 长期隐退可能会被公众遗忘, 进而影响身价和带来一系列问题。 曝光嘛,通常的靠影视、媒体和网络等平台。 但肖战,他偏偏不走寻常路,专注于影视创作, 每一次亮相都能转化为有效的人气积累。 这家伙,真是个骑兵啊。 肖战的曝光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影视作品、广告代言、 微博加自制VLOG,以及一些行程和资源消息的媒体报道。 先说影视作品,这可是演员的基石啊。 肖战在这方面可是尤为出色,他不断推出精品, 剧集播放效果显著,还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你想想看,他长时间投身影视拍摄, 作品反复播放,海内外热度不减, 这为他构建了坚实的粉丝基础, 并不断拓展新的领域,人气持续攀升。 这简直就是影视作品在手,热度我有的节奏啊。 再来说说广告代言,这也是肖战的强项。 优秀的影视作品极大提升了他的商业价值, 广告代言能力无需置疑。 他在娱乐圈的商业价值天花板地位可不是虚名哦。 肖战的广告不仅赢得了品牌的信任, 还能自成流行,圈粉无数。 记得那次Gucci和TODS的巨幅广告引发的轰动吗? 还有保湿龙在上海的大规模宣传, 这些都证明了肖战的吸引力。 品牌方们估计都在心里默念, 选肖战,就对了。 肖战的自制VLOG也是他的秘密武器。 他不参加综艺, 但他的VLOG可是搞笑又充满魅力。 吃播、真人秀、游戏、竞技、各种内容应有尽有, 还有宠物、亲情、温情等元素, 简直满足了粉丝的各种期待。 看完他的VLOG, 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肖战也太有趣了吧。 肖战的每一次努力都是为了事业的发展, 用心回馈粉丝和大众。 他的每一次呈现都充满魅力, 让人忍不住想,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啊, 肖战之所以能轻易打动人心, 或许正是因为他在作品和曝光中所展现的那份真诚和自然。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真诚可是显得尤为珍贵哦。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句, 上不上综艺并非衡量一个艺人价值的标准。 肖战的选择告诉我们, 用心做好作品, 才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心里。 他就像那个默默耕耘的农夫, 用作品和真诚浇灌着自己的热度之花, 让他在娱乐圈这片土地上绽放得如此绚烂。 现在啊, 肖战在上海又引发了新的打卡热潮。 粉丝们纷纷前往他出现过的地方打卡留念, 就像追寻着一种时尚的风尚。 这骑兵策略啊, 真是引得风尚潮流都围着他转呢。 想想看, 肖站在娱乐圈里就像是一股清流, 他不靠综艺炒作自己, 却依然能保持高热度的关注。 这背后啊, 其实是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粉丝的深深回馈。 他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用真诚和自然打动人心。 这样的肖战啊, 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朋友们, 别再担心肖战的热度会下降了。 他就像那个永远充满活力的太阳, 无论在哪里都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看看这位骑兵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风尚。 哎呀, 说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也被肖战的魅力所吸引了呢? 反正我是已经被他深深打动了。 哈哈, 开个玩笑啦。 不过说真的啊, 肖战这位低调中的顶流传奇啊, 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呢? 好了啊, 今天的八卦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肖战的话啊,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咱们下次再见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